大家好,我是华丽自行的何舒贤 那今天我很荣幸呢 受到这个中国汽车报的邀请 然后来做一期这个关于GMEC的这个智慧路口管理的这个演讲 然后也希望呢 通过这次演讲呢 也给大家交流一些 咱们在这个MEC和智慧路口管理上的一些经验 或者一些采取的一些方案 然后呢 也希望能够从各位的这样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反馈中呢 然后可以临练出一些新的思路或者想法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在 不管是咱们公司自己的产品上吧 也还或者是在整个这个产业 或者整个解决方案中呢 能够得到这个提炼或者升华 然后我的演讲呢 大概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城市交通路口的这个管理的一个现状 然后其实是智慧路口的这样一个介绍 第三个就是GMEC的智慧路口的一个体系 最后呢 是智慧路口的数据功能的这个体系 那目前的这个现状呢 实际上就像这个如优商图所示的话 现在在中国的话 其实相对于国外吧 中国的路口特点是它的路口的覆盖面比较大 然后呢 它这个比如说这张图 它是双向六车道 就是涉及到车道数量 车辆数 行人等等 各方面比较多 目前呢 实际上在整个路口的建设过程中呢 它采取的方案呢 它是路口到中心的这样一个集中式的一个数据汇集的模式 但是问题又出在整个业务系统的建设过程中 现在目前的业务系统建设 它实际上也采取一种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这样一个方式 比如说包括这个信号控制业务的子系统 它可能只专门负责整个信号控制 或者整个信号状态的这样一个监测 或者一个信号 或者整个城市路口的这个信号机的这样一个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 或者它的配时的这样一个调优等等这方面的 然后还有除了信号控制系统之外呢 还有卡口的系统 电子警察的系统 甚至这个交通诱导板的系统等等等等 这些系统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 或者比较孤立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系统与系统之间呢 它也没有做到这样一个信息交互 或者说信息共享 那最终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需要做信号控制 那在整个交通流量的检测过程中 比如说现在交通流量可能采用了这个线圈 地磁等等 但是在这一块呢 并没有说完全做到这样一个数据的 这样一个打通 所以使得这个交通信号控制的这个实施呢 或者整个实现的效果呢 会大打折扣 然后还有包括电子警察 或者这个辅助预警 还有基计这个设备管理 然后做到一些前端可视 也就是说从前台到中台 甚至到后台 这一块的这个系统呢 可能也没有完全的打通 或者说在打通的情况下 它也只是某一个业务的打通 但是比如说我要做前端显示 我可能除了显示这个信号状态之外呢 我可能还要显示一些预警的状态 或者一些人的状态 或者是一些过车的这个状态 但是呢 我没有办法达到全部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比如说 再还要做这个基于信号控制的 一些测速的诱导 现在关于车的这个诱导这一块 实际上车和路之间的这个信息啊 它其实是一个单向的 但是没有我们做到双向 这个单向它体现在 比如说现在用的路口 它可能是通过一些路口的 或者路侧的一些感知状态 做一些路的一些主动式的 车辆状态的一些检测 但是呢 它车到路 它这个信息 它其实是断的 然后路到车 它更是断的 所以说它没有办法 做到一个更新化的诱导 所以说总的来讲呢 整个路口的这个管理啊 它并没有做到这样一个智能化 或者说智慧化 甚至是智能化 这样一个角色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三个方面啊 第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 就是整个路口的本地 缺乏这个直接信息的沟通嘛 因为本地之间的业务系统是比较独立的 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 所谓的信息孤导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其次呢 再就是整个路口过于依赖一个中心式的决策 因为过于依赖的原因 也是因为刚刚提到的 整个路口它的建设呢 它是一个其中式的这样一个数据会计的 这样一种网络方式 那既然数据都集中了 那整个决策基本上也是在整个云 或者在整个后台来进行下发 比如说下发一些信号控制的 当然现在目前在路口的过程中 可能一些紧急情况下 可能会有一些 甚至采用一些手动的一些状态 只是都是不好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 关于路口数据上传的这样一个延时 因为从路口本地到数据中心 到数据中心 它会成 就是快的成绩可能比较多 导致呢 这个数据延时情况比较大 那最终就是 表现的形式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前段的设备 它联动也很差 然后整个数据利用率也很大 因为数据都是在单一化的 有信息孤导 然后业务模式那就更加单一了 所以政治因为前面提到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慢慢的就延伸出了这样一个 智慧路口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实际上我把它分为三大功能要素吧 分别就是数 路和物 这个数呢 就是数据的数 这个数据它其实体现在这个就是信息介入方面嘛 因为有了政治有了信息介入 所以我们才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数据 但是这个信息介入呢 它可能是包括这个包括监控运行 直发辅助 甚至视频 等等在内的所有的数据的这样一个汇集或者介入 那这个路呢 它实际上体现在这个道路的这个设计这一块 甚至还有基础化 道路的这个技术化设施的建设 包括用比如说这个交通纺针技术呀 3D四节技术呀 然后做一些路口的一些3D建模呀 或者全息感知呀 然后还有这个传统的这个交通工程这一块 就是做一些比如包括这个路口渠化在内的 改善这样一个路口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样一个现状 那物呢 物是服务的物 这个主要就是基于数据的这样一些应用 就是所谓的数据驱动应用嘛 然后就是通过分析各种各样采集的 或者汇集的这些数据 然后为包括这个交通 包括这个出行 包括甚至单个车辆或者或者单个出行的人 然后来做一些这个 这个出行的这样一个改善 那主要来讲可能有包括交通的 还有路口运行的一些评价呀 甚至信号配置的优化呀 然后还有路口事件的检测呀 等等 基于这种所谓数据驱动的这些应用 然后具体的分类呢 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分类吧 结合目前现在建设的这种方式 或者是基于路口控制这样一个方式 或者路口实现的这样一个方式把它分为了三类 分别就是信号 以信号为核心 以视频为核心 和以这个软件为核心 那以信号为核心实际上也就是从这个路口控制的这个角度来讲 从路口控制或者路口这个综合管理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希望通过建成这样一个提升式的 或者这个路口提升式的这样一个信号控制系统 甚至包括电子集大系统来融合一些 交通信号的信息啊 电警过车记录的多元信息啊 实现这样一些路口的这样一个交通一些诊断 或者路口一些违法情况的一些抓拍 然后以通过这个信号控制的方式呢 能够改善整个路口的这样一个运行的状态 使得这个路口的这个比如通行效率能够最大化呀 能够减少这样一个出行的野物呀 然后最大化的利用这样一个信号配置的这样一个资源吧 然后从其实从感知的角度上来讲呢 目前来做的比较多的其实就是以视频为核心 因为目前包括从安防行业来讲 就是在城市道路上安装的这个视频啊 实际上是分布的已经是比较广泛的 所以说提出了以这个视频为核心的这个 多元态势的这样一个感知的一个 多元态势感知单元吧 然后也是通过以视频来跟踪或者监测这个 包括行员个量道路缓进状态 然后呢通过后续的这个数据分析呢 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全面性 周围性的这样一些数据 然后来描绘这个车的比如说轨迹啊 然后交通路口的态势呀 然后也帮助后续的这样一个路口的运营的效率的 这样一个提升或者说改善 那以软件为核心 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数据基础上的 那这个数据就包括 其实就是包括这个多元一购的数据 那这个多元一购就包括 包括智慧路口汇集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各种各样感知传感知设备传过来的数据 然后实现这样一个本地化的 就是本地化的这样一个软件的这样一个 开发或者运行吧 然后来帮助做一些监控 直发辅助 并且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融合的 融合这种孤立的系统 实现这个系统与系统之间的这样数据互联互通 然后最终打造成这样一个融合感知 到融合计算 到协同决策 到这个综合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本地平台 然后具体的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 实际上也是分为三块吧 第一块也是比较传统的 就是系统信号控制 因为信号控制机作为整个路口 来调整整个路口应用状态 一个核心设备吧 从这个拥堵态势感知开始 一直到信号优化的分析 甚至到担心的这个绿波优化 区域的优化 甚至未出行的这样 甚至服务于这样一个出行 系统信号控制一个很核心的方面 然后再一个就是随着目前车路协同的这样一个发展呢 我们现在包括车上和路上都装了一些V2S设备吧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个车路 甚至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信息交换 能够把车到路路到车 这样一个目前来说 还没有连通的这样一个数据通路呢 给打通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实现 包括车辆轨迹优化 甚至车队管理路径诱导 然后调度这一块的这些功能 然后态势展示呢 这个实际上也是 从这个交通管理者 或者说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们也希望能够对路口的这样一个过车违法呀 警情啊事故啊 等等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 可视化看板吧 然后能够整体的整体的描绘 或者一个可视化的描绘 整个路口内所有的这个人 车路的这样一些状态 能够很实时的做到一个实时的一个展现 对整个路口的这个运行状况 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把控 那实际上随着边缘计算的发展呢 整个我们会考虑就是在整个车端和路端 然后做一些边缘计算的运用 目前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在实际上在2018年9月份 就是有一份这个中国物联网发展的这个 年度报告他就提到的就是关于边缘计算 可能会在物联设备会打在2017年吧 就达到了84亿台 就是说怎么 当然在整个道路这一块的话 整个物联的这个设备实际上也是 实际上也是比较庞大的 我们怎么把这个 翻载分布的这样一些多数个传感器 产生这些海量的数据呢 能够融合在一起 或者说汇集在一起 实际上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那么随着这个边缘计算的发展呢 这一块实际上也是成为了一个可能 然后我们就希望就是说 可以在路口来部署这样一个边缘计算的设备 实现这个路口的这个海量 路口的这个少量数据 或者说部分数据的这样一个 实时处理和及时反馈 使得这个路口的这个 包括具备全息杆质呀 互联啊智能管控这样一些能力 那么在车端呢 在车端实际上 在特别是在车路系统时代下 整个车端的这个终端用户的群体 会持续的增加 会持续的增加 整个车路系统的管控呢 那么和服务呢 必然需要从这个沿头上 要提高这个快速处理的能力 使得我们把这个数据的利用啊 和计算能够靠近用户 且能够把这个计算的结果 能够直达用户 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诱导 那智慧路口的特点 其实整个智慧路口呢 它的目的 无非是想基于这个 边缘基站实现这些分布式的 这个智能管控的这个 优化算法嘛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 那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要需要实现这样一个 出去驱动的这样一个管控任务 那我们可能需要开发一些 可复用的这样一个 边缘基站的一个技术运用框架 那在这个框架内部呢 我们开发的各个应用 可以同时复用在不同的路口 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对这个路口的这个数据的接入 然后做一个标准化的规范 这样的话 方便于我们数据的汇取 利用和提取 然后在数据质量这一块 我们也需要提高这个数据质量这个可靠性 保证我们保证我们做这个各应用档架内的所有的这个路口的方案呢 在这个性能上能够达到一定的要求 但它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个方式嘛 然后具体的这个简介 就是咱们现在提出的基于MEC的智慧路口体系 实际上也是基于这种所谓的端边营的架构 那在路测端呢 实际上就是融合了现在 包括视频 电子警察 卡口 站内的 各类的这种感知设备 然后在边缘端呢 就是以边缘计算为核心 然后辅助于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呀 大数据技术呀 做一些分布式的一些数据处理和分析 然后同时呢 我们在边缘端也会 提供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能力开放的一些接口吧 然后这些开放接口呢 我们是基于这些处理后的数据 然后帮助 帮助第三方的应用开发者 然后做更好的这个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或者定制化的这个应用开发 使得这个边缘计算形成这样一个 以边缘计算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生态吧 也是为了整个路口的管理 提升这样一个路口管理的一个水平 然后再一个就是边缘计算 以云中心这个聚算的一个有效协同 因为无论是从中心角度讲 还是从边缘计算角度讲 关于这个在上层 在上层特别是宏观的这样一个状态监控呀 然后一些车辆轨迹的一些 绘制呀等等 还是需要借助一些平台 做一些可视化的展示的 所以说在边缘计算和云计算协同 这一块呢 我们也是需要考虑 边缘计算需要给云计算提供 给云提供一些必要的一些数据 同时呢 从宏观的管控角度上讲 我们也希望能够从云端来下发一些 包括临时交通管制 信息在内的一些数据 给到边缘计算的节点 使得这些宏观管控的事件 通过这个云到边 再到端 这一系列的这个网络能够得到一个 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下发吧 那最终的目的呢 咱们就是希望能够实现 整个路口的这种全息感知 然后达到 使路口达到这样一个自我认知决策 这样一个目的 或者这样一个性能 然后同时呢 也希望能够考虑这个路口临路口之间的 这样一个联动或者态势的分析 实现这个路口临路口之间的 这样一个联动响应 特别是快速的联动响应 那具体的架构上来讲 就是与云计算不同的是的话 边缘计算它是终端设备 和云计算中心的这个请求和响应 它是双向的 就像这个PPC所示的话 它这个终端设备呢 它不仅可以向这个云计算中心 发出这个请求 它同时呢 它也能够完成云计算中心 下发的这个计算任务 这个时候呢 云计算中心它实际上不再是数据的生产者 和消费者的唯一终结 而是由于这个中南社会 它是兼顾了这样一个数据生产和消费者的角色 它部分的服务可以直接在边缘完成响应 如同所知的话 像比如说 这里有啊 在边缘单呢 我们会考虑比如说有RSU 然后有其他一些外设 然后这些数据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就是首先是 首先是单向的 像这个通过这个MEC 或者区域MEC 像这个云计算这一块上传数据 然后呢 云计算数据 云那一块的数据呢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双向的这样一个数据的通道呢 我们也可以把包括一些宏观的一些管控的一些数据呢 然后到通过这个MEC作为中继 然后下发到这个RSU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控制或者杆子的一些设备吧 就形成了这样一套双向的这样一套数据流 实现这个从中端到云端的这样一个响应 或者是一个数据上传或下行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具体的架构来讲 实际上我是把它分成了四层 就是从数据层 接入层到控制层 和到最上面的这个应用层 那数据层那其实就包括这个终端数据的这个采集 和这个数据的交互 然后在接入层这一块呢 就是会融合这个 就是区域MEC 会融合这个路测的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些数据 包括车的数据 然后为这个形成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数据支援池吧 然后为这个定制的这个数据的这个 定制的这基数据驱动的这样一些应用开发 提供这样一个支持 然后在控制层呢 控制层实际上也是包括这个MEC的路口MEC的控制和区域MEC的控制 它这个控制层就具备这样一个就是会可能会包含一些控制的算法呀 或者一些所谓的这个控制模拟器啊 融合感知控制器啊 然后为上面的应用层呢 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多元化的数据 那最上面的应用层 实际上这个应用层它是具体的应用 它实际上是在MEC这一侧的 只不过是它利用了这个接入层和控制层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数据 特别是汇聚取来的数据 互联互通的数据 然后可以做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应用的开发 实现这个包括这个安全效率 等等在内的这样一些管控的这个业务 其实就如这 然后实际上在最上层呢 在最上层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应用分成这三类的话 就比如说信息内 效率内和安全内 然后这三类它实际上并不是在最上层的这个平台层 然后来做开发 而是说在整个TMS的控制层 或者应用完成应用开发之后呢 我们会把一些应用的一些数据 特别是输出的这些数据 同时呢我们也会上传到这个平台 就是为了方便于做一个宏观的这样一个监测 或者宏观的这样一个可视化的这样一个功能吧 那具体的部署这一块呢 我们实际上是也把它分成了这个四级的这种部署的架构 分别就是从终端 然后到路口的这个边缘侧 边缘再到区域的边缘 再到这个上层的这个中心 可视化的这个显示的中心一平台 然后在终端这一块呢 其实也就是包括介入这个路侧的感知终端 可能有信号灯 甚至有这个车路系统的这个终端 然后在路口这一端呢 主要是说一些这个智慧路口的管理嘛 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数据中态的概念 那这个数据中态里面包含的数据呢 实际上就是路口的这样一个数据了 然后在区域端呢 因为我们考虑会在 比如说在整个城市路网中 整个城市路网它分布的实际上 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然后如果我们把它比如说 划分成M乘以N个网络呢 那我们可能会在多个区域呢 就形成M个区域嘛 然后每一个M个区域里面呢 会有N个这个路口的边缘 然后这个M和M个区域之间呢 我们会形成这样一个区域 区域之间的联动 或者说业务协同 也就是为上层的这个 从以这个路口的这个 当个路口的这个自我认知 到路口与路口之间的这个 联协同或者协调 或者联动之外呢 我们也会做区域区域之间的 协同和联调 那最终呢 这些联调或者说这些控制 或者说这些决策的这些 任务的这个结果吧 或者一些最终 输出的这样一些结果 我们会也同时会在这个 中心平台上做一些展示 做一些可视化的展示 那在整个体系过程中呢 就是智能路的端这一块 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个路口的 智能化设备 比如说包括信号控制机啊 然后甚至视频检测器啊 然后排队 甚至有排队长路检测器 然后还有行人 行的一些过街的安全的一些设备啊 车联网的一些设备啊 然后能够实现这个路口的这样一个本地的 人测路的这样一个管理 那也就是以智能路设备为核心 然后最终实现的 其次实现的这个目标 设备这样一个实时的感知 然后逐步的逐步了 随着设备的丰富 我们会形成这样一个放感知的一个体系 最终达到一个全息感知的一种目标 然后通过一些3D建模 刚刚之前提到的 比如3D建模 对整个路口做一些 全息感知的这样一些绘制 然后在智能路设端的话 这里也是列的一些 路设端一些设备吧 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 然后基于MEC的这个智能体系的 这个边缘计算端 因为这个基于边缘计算的架构 就是最终我们是构建的 这样一个路口边缘的一个计算网络 那最终就形成了这个路口 微智能边缘计算的这样一个单元 当我们以这个微智能计算单元为基础 多个微智能计算单元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 分布式的这样一个边缘网络 这个分布式边缘网络 当然也就包括这个路口与路口 之间协同的这种分布式边缘网络 也包括这个多个区域 区域之间的边缘计算节点 形成了这个区域的这个分布式的边缘网络 那不同的网络 它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功能 但是它都是基于这种自主的 这个本地的一个计算 然后做一些本地的这个态思联动 实际上也会基于这个云丹提供的这个所谓的交通宏观政策的一些下发嘛 这样一个满足了这样一个比如个性化诱导或者是或者是宏观这个政策下发的这样一个目的 然后就解决了目前现在呃 然后除了这个GMAC的这个呃呃 建设体系之外呢 实际上在呃数据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因为前面提到的就是呃 不管是架构也好 还是架构中的各个层级的这个设备也好 无非是把整个是整个设备或者做到一个一个一个比较呃 一个汇集或者一个接入嘛 但是又有了这些设备之外 我们怎么来管理这个设备设备内部的这些数据呢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功能的体系 那我把这个数据功能体系把它分成了一个三层 那第一层其实也是最基础的成绩 就是关于就是就是就是在设备建接入的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会做一些数据的一些获取 呃因为不同的设备它可能会提供它的一些API 然后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呃设备的一些接口吧 我们会得到这些结构化的一些数据呃 比如说这个有信号机的这个数据啊 甚至还有车那一块的数据啊 当然车那一块数据目前来讲的话 可能是以这个相应级的形式呃存在的呃 这里是举的以这个比如说国标的这个应用程相应级举例啊 然后当然还有这个呃 录射其他传感机的这些结构化的数据呃 这是第一层级 那么在第二层 在第一层级呢 我们在第二层级我们就要考虑去如何去利用这个数据 把这个提升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 比如包括质量啊 或者是个数据的维度 或者这个精确度啊 那这个融合我们实际上除了关于这个呃 录射传感器的融合之外呢 我们实际上也是考虑的这个引用的这个地图数据的融合 这个地图呢 实际上嗯 就是包含的现在比如说自动驾驶用的一些高精度地图呀 因为这一块的数据的话 目前在整个MVC这一块实际上做的还是比较 比较薄弱了吧 目前其实已经有的应该是一些 嗯可能只是一些单纯的一些路网的的一些结构化的一些地图 嗯可能没有就不管是在属性上 还是说在这个精度上 或者在覆盖的这个范围上 都还是相当的欠缺的 所以说我把这个地图数据的把它放在第二个层级 我们怎么样把呃利用现在的高精度地图和现在这个传感器的数据呃 呃做一个搅合的融合来帮助比如说帮助这个车队的这个通行 或者是这个呃 中央驾驶车这个运行呃 来做一个呃更好的这样一个应用吧 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是第二层级 那么第三层级呢 实际上就是关于车的数据的利用 呃就是我们考虑怎么需要怎么把这个车的数据和这个路的数据呃融合在一起 呃实际上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车的数据融合还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地方 因为现状是现在呃在路口在路路车那一端 关于这个车的数据的利用实际上还是比较薄弱的 包括现在自动驾驶可能比如说接入可能也会也会在考虑这个接入这个微快数据 但是整个实际上利用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如果我们站在路的那一端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车的数据给接入过来 然后再路一端路一端做融合 然后同融合之后呢我们再去反而再去服务一车或者是去服务一路 这是一个考虑的点 所以在第三层级呢我们是希望把呃这个车和路的数据能够融合在一起 那这个车的数据包括哪些呢 呃实际上包括就是第一层级提到这个应用层的效益之外 呃我们考虑还可能考虑的还会有这个车类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通过看或去的一些呃车辆状态的一些数据啊 甚至一些车车身的一些呃控制单元呃内部的一些控制器的一些数据啊 呃还有比如说车辆一些呃预警的一些状态的一些数据啊 我们可能都会把它考虑进来作为第三层级的这样一个数据融合的一个内容 嗯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功能组成呃 具体的功能呢实际上我是把它分成的五个方面 呃这五个方面呢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个边缘计算的网络 因为我们是通过构建了这个智慧路口的这个边缘计算端嘛 然后最终就实现了这样一个呃再以边然后多个边缘计算端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呃边计算网络 那这个边缘计算网络呃的五个功能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个这个全息数据的采集 就基于全息数的采集我们会呃呃 实现这个路口的这个本地化计算 他输出就可以输出这个路口的比如说交通态势的评价指标啊呃 甚至其他的比如说车的这个运行状态的一些指标啊 然后通过这些指标的研判呢 啊通过这些指标呢我们会对整个它的运行状态 包括这个路口的运行状态车的运行状态 甚至人的状态呃做一个研判 然后呢我们以这些研判的一些数据呢 为为依据会做一些呃控制或者协调了一些参数的输出 那这个控制比如包括对信号机的控制 包括对车的控制 对车的话就是车的车速的控制 或者是车这个行驶控制 甚至这个人的控制 比如说可能人要过呃过红利灯 那我可能会告诉他呃 现在可能嗯 现在现在不是过红利灯的时候 然后或者说呃这个安全安全风险是一个比较高的啊 总之会做一些协调的一些参数的一些输出吧 然后通过这些输出的结果呢 我们在整个路口过程中 在整个路口呢 我们呃路口的呃感知设备呢 也会同时感知到这些协调之后输出的这些结果 最终又形成了这个全新的感知数据 那么经过这五步 我们就构成了这样一个以路口为核心 为单元的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闭环 呃最终形成了这个呃 呃就是整个路口就可以通过这种闭环呢 能够实现一个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运转 这是以路口为核心的 然后功能组成这一块呢 我们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打造以这个数据标准化为前提 然后数据驱动 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这个应用开发啊 啊 然后路口自我认知 以业务联动为要素的智慧路口的这样一个功能体系 那根据这个系统功能的这个原则划分呢 实际上是分成了这个数据采集和标准化接口 然后路口间的这个信息交互 甚至还有路口的外部的一些数据的转发 还有路口的自我认知和计算 呃这个计算就包括路口以周边资源的 还有路口以周边资源的这个业务联动 甚至还有路口数据质量的这个管理 那边缘计算呢 那首先就是要实现就是 以路口的这个智能化设备的标准接口 以数据采集的工作 那数据采集接口呢 主要是负责以路口本地的包括交通信号机啊 检测系啊 甚至排队场路检测系啊 等等这样一个呃 呃 标准化的一个数据吧 呃方便也是为了方便就是呃 信息交互 甚至这个自我认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功能的这些开发 那为了规范这个数据采集呢 保证这个数据采集的这个质量呢 呃我们也会提供一 就是需要考虑提供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通信的一些接口吧 呃方便这样一个实施的数据 数据交换或者这个信息交互 嗯 然后在自我认知这一块呢 嗯 包括比如说一些运营状态的识别啊 交通出现服务能力的识别啊 啊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便 我们希望特别是基于这个数据 数据驱动为核心的自我认知 呃这是也是这是他的一个核心 然后在业务联动这一块呢就是包括路口与路口之间的联动啊 甚至路口与这个周边的人车的这个联动啊 甚至还有路口甚至还是路口所属区域区域之间的联动啊 然后数据质量上呢 嗯 实际上最关最关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目的就是提升这个数据的这个可信度啊 啊也就是数据的自信度或者这个精度吧 那首先就需要从这个设备的规范角度 呃 开始呃这个设备规范不仅是考虑到比如设备形化的规范 主要还是说设备这个数据的这个输出的规范 就是包括这个结构化数据的这个输出啊 我们希望在数据输出的这个呃内容 呃精度甚至实时性上面做一些要求 然后设备揭入这一块呢就是 就是我们希望每一种设备呢能够提供一些标准化的这个接口吧 然后方便我们这个MEC来接入这些设备 然后做一些设备数据的这些汇集 然后协议这一块 呃这个协议这一块实际上是包括这个双向的协议 不仅是设备到MEC的这个协议 同时也是MEC到设备的协议 嗯 MEC到设备的协议主要是为了这个呃 这个控制角色的这样一些下发吧 呃总之这个标准化的协议呢 呃不仅是呃提升了这样一个呃呃服务的输出 也是主要是保证服务输出和数据接入是相关的这个呃 呃要求或者这个质量吧 然后研判输出呢 是基于应用或者说基于场景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呃 研判结果就是因为研判它的这个输出或者说控制的对象呃 基于这个应用不同它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针对这个交通信号机的这个研判 我们希望输出一个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标准化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通过这个结果呢 然后把它封装成这样一个呃 基于某个协议把它封装成这个最终的一个输出呃 呃使得使得它能够呃呃能够达到就是很直观的来控制这个线量控制机 呃然后在信息交互这一块呃呃呃 呃呃就是如左图所示的话呃呃比如说一些做一些路 基于这个路口的这个V2S设备 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行人 车辆或者一些交通事件的一些交互 然后比如说方便这样一些智慧公交 方便一些智慧输行 然后做一些就是安全效率内的一些应用 然后在如用途所知的话 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交通大数据的这样一个应用 它也是基于MAC为核心的 就是形成了这个所谓的MAC点的这个自我认知 然后以MAC点一点之间形成的这样一个线的这个业务联统 或者业务联统 然后在面这一块呢 实际上就是区域之间的这样一个协调 那点这一块呢 比如说这里举例的话 就是比如说包括运缘通行 就是所谓的特种车辆运缘通行 我们要路口为特种车辆服务的话 就是我们通过感知到这个特种车的这样一个运动状态 或者这个运行的轨迹 甚至它主动发出的这样一个通过路口的这样一个请求 我们的MAC会通过这样一个感知和通过这个感知来的数据 然后做一个角色 然后并控制比如说控制信号灯 使得它能够服务于这样一个特种车辆 然后在线那一块呢 我们就比如说考虑做一些所谓的动态的这个滤波控制 我们根据这个实时的交通状态 感知了实时的交通状态 我们会做一些这个 实时的这个路口与路口之间的协调 能够保证这个多个路口 多个相互连接的这个相邻的路口呢 能够形成这样一套动一条动态的这个滤波走廊 通过这种滤波控制的方式 形成这样一个动态的滤波走廊 能够满足这个通行的车的这样一个出行的一个效率 那在区域区域这一块呢 就是基于这个区域的MEC 我们会做区域区域之间 基于区域区域之间的这个信息交互 做一些区域区域之间的这个控制 或者协调举色的这些功能 那在自我认知这一块 主要就是三个方面呢 就是基于这个精细化的这个数据采集 然后做一些 基于精细化的数据采集 实现这个做数据处理分析 然后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协调研判的目的 那这个精细化采集 就是包括一些状态 就是一些路口状态的一些采集 比如说有车的一些 过车的一些进入的车辆的状态 或者是这个拥堵排队的状态 或者是交通流乱的状态 这些指标吧 然后基于采集的数据呢 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交通态势的一些评价 或者用途等级的评判 或者车辆通过率的这些评价的指标 然后基于这些指标呢 我们会做一些协调研判 协调研判通过这个 比如说一些协调参数的一些下发样 或者一些控制指令的下发样 然后来实现这样一个 达到这样一个自我认知 这样一个达到一个自我认知 或者自我角色或者自我控制的目的 那比如说以信号控制举例的话 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路口的一些优化方案 比如说会通过可能通过对它周期的控制 或者周期的优化 或者信号比 或者绿灯绿星比的这个优化 或者是相位差的这个优化 来实现这样一个动态的一个红绿灯的这样一个调整 服务于这个当个路口的这样一个路口的一个运行吧 或提升这个路口的运行效率 那在自灰路口的这个功能体系这一块呢 在比如说做自我联动的话 基本上是五个步骤 一个是自我感知 就是基于自我感知的计算 然后目的 然后通过云单结合的方式 或者业务运用的结合方式 然后实现这个路口与路口之间的这样一个联动干预 然后帮助人车路做一些个性化的这个个性化的诱导 然后在前端的可视化这一块 因为前面也提到 在不管是安全类的应用 还是这个效率类的应用 我们都希望呢 从宏观的角度 不管是对于这个交通管理者也好 还是对于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对于比如说2B的业务的这样一个监控 或者运营的这个人员来来讲的话 我们都希望能够在平台那一侧 对整个运行的状态 或者这个整个整个优化的这样一个结果 会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评判的这一些一些显示 那比如说这个左上图所示的话 是关于整个城市区域内的这样一些畜行的状态 那这个通过这个以路口为单元的这样一个数据的汇集 然后我们最终会把这些处理好的这些数据 然后上传到这个传到这个中心音频台里面 然后中心音频台基于这些数据呢 我们会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出行的一些效果的展示 然后比如来评价某一块区域的这样一个出行的一些热点 然后甚至还有包括这个就是出行的热度吧 甚至这个出行这个重点的一个比如说目的地或者重点的出发地这样 然后左下图呢是关于路口服务于这样一个公交车的这个运行的 就是基于某一个固定线路的一个公交车的话 因为在整个城市在城市在它的线路过程中会经过多个路口嘛 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多个路口之间的这样一个协调 或者单个路口之间的这个控制呢 我们可以可以会我们可能会达到这样一个优化 它的整个出行时间或者旅行时间的这样一个目的 减少它的这样一个倒战延误的时间吧 然后我们在平台这一块呢 我们就会把它整个优化之后的这个行驶路径 或者行驶时间 然后是出行时间把它给显示出来 然后作为一个可视化的这样一个展示 那右图的话 右图的话就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这样一个连动 这是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右下图的话是关于比如一个一个城市 某一个城市路口的这样一个一个统计 就是我们可能会考虑一些 考虑一些城市拥堵的一些指标啊 然后比如说在高峰时期 或者是一个或者低峰时期 对它的这样一个路口的这样服务的一个车辆数 或者一个服务的这个车辆流量 然后做一些统计 然后比如说跟历史数据做一些对比分析 我们来到底 到底对它 就是通过我们这种MEC控制的方式 对整个路口效率的改善提升了多少 会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评价指标 做一些可视化的显示 然后方便于这个宏观的控制 或者宏观的决策吧 然后在各性化诱导这一块呢 在这里我们通过两个举例 一个就是对车的这样一个诱导 其次呢是对这个红利灯状态控制的 这样一个基于红利灯状态控制的诱导 那车的诱导方面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GMEC的这套体系 我们把红利灯的这个信息下发给这个车辆 然后我们车辆呢就会获取到这样一个 包括这个红利灯的这个灯射的这个状态 还有倒计时的这个状态 然后来做一些比如通过车速控制的方式 甚至这个路径规划的方式 然后能够保证或者能够提升 把通行这个路口的效率 使得它在整个通行路径中的这样一个 比如说延误的时间或者所花费的时间 更短得到这样一个优化 然后红利灯控制呢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MEC对红利灯的这个控制呢 能够帮助帮助车辆更好的通过这个路口 使得它减少它的路口 比如说停车的这种次数呀 或者甚至碰到遇到红灯之后 等待的这样一个时间 那右途是咱们 右途是咱们一个就是一个视频吧 分享一个视频 这是在路口处的这样一个车与车之间的 这样一个相互交互了 就是我们MEC会服务于这个车和车之间的 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些一些应用吧 就是保证在路口车 在路口处就是车与车之间能够减少这样一个碰撞 然后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红利灯控制的 就是比如说保证 一直可以保证它是绿灯不变 使得它能够在绿灯的时候能够过去 否则如果安正常情况下还是过不去的 然后这是在遇到红灯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尽早的让它变成绿灯 使得它可以在绿灯的时候 过去就减少这样一个车辆在路口的一个等待的时间 或者这样一个停车延误的这样一个时间 好可以可以 行那我就就就说一下吧 就是现在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关于这个国内 智慧路口的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程度 实际上现在关于智慧路口的建设呢 更多了就是起步阶段吧 就考虑的比较多的是在咱们现在 国内就是可能遍地开发的这样一个智能网联 这个所谓的示范区也好 测试场也好 甚至这个仙岛区也好 就是结合这些 结合这些示范区或者测试场呢 因为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 会有包含有多个路口吗 那我们可能考虑的就是说 因为考虑到一个技术先进性 那么我们会在每个路口呢 就布设这样一个各种各样一些传感的设备 实际上目前情况的就是说 咱们现在MEC就主要体现在技术这些传感设备的这样一个全息感知情况下 但是实际上在整个开发道路的情况下呢 整个智慧路的整个智慧路口的建设 实际上也是刚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 因为在整个PPT里面也强也提到了 现在的现状就是各个业务系统的建设比较独立嘛 然后造成了这样一个一个信息孤岛 但是总结上来讲的话 在真正的开放道路或者城市的开放道路情况下 这一块实际上也是刚刚开始 所以说咱们现在是处于这样一个从示范区或者先导区 然后过渡到这样一个开放道路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更多的研究是体现在这个开放先导区里面 我们希望把这个先导区这个智慧路口的这个概念 能够真正做到一个落地 然后逐步的推往到这个城市到处上去 这是关于现在咱们技术发展的一个程度的一个现状 那跟实际上跟国外比了 就是国外其实跟国外相比起来 就是国内也有国内的优势 国外也有国外的优势 那国内的优势是什么 国内优势就是说可能咱们现在关于这个 包括这个先导区的建设可能这个推进的这个幅度 或者推进的这个进展 实际上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顺利的 不管是在不管是大型的小型的甚至中小型的吧 也好就是在智慧路口上面投入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 实际上一个一个路口建设下来的话 可能整个成本的规模也是至少也是十万 十万十万级别的 如果把这些把这些传感器 包括激光的打压生者都给铺设上去的话 实际上还是比较比较比较难 这是关于这个这个这个建设这个建设的推进度吧 但是怎么从今天来讲呢 因为国内的路口它可能它的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包括甚至路口的技术建设 甚至路口的道路设计啊 这一块实际上是比较薄弱了 那国外的国外的好处 国外的优点是什么呢 国外的优点就是在城市道路情况下 一个是在城市道路情况下 它的路口呢 一个是路口的覆盖的范围比较小 其实国外的这个道路交通的建设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规范 就是实际上落地情况是比较好的 包括甚至具体到比如说道路标志标志线这一块 它可能就是比较清晰 这个话对整个这个智慧路口的这样一个落地 实际上是有极大的这个帮助的 那如果我们想大规模的实现这个智慧交通 或者这个智慧城市的路标 那在整个智慧路口产业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这个实际上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说 一进两进能够回答得清楚了吧 主要就是说现在 现在的话就是说一个就是关于智慧路口 涉及到一些一些中端的一些设备吧 一个就是现在目前的设备 包括希望内达在内的一个是在成本上 在这个成本上实际上还是一个属于比较高昂的情况 按照一个城市这种布设的话 如果按10万级别一个城市路口的话 可能有上千个 所以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一级别 那整个产业做起来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关于这个成本的这个 这个成本的这个 这个成本的这样一个控制 这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什么 第二个就是关于整个数据的这个建设 因为现在MEC这一块我们有了这些 有了这些这个 呃 满滋味之外 那整个数据的汇集和利用 现在实际上是属于一个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起步的阶段嘛 现在咱们更多的是做一些 嗯 就是一些通过这个汇集的数据做一些可视化的 在在上层的平台做一些可视化展示 但是真真真正的关于如何来利用这些数据 比如说做到这个连这个路口与路口之间的联动 甚至区域之间这样一个协同控制 甚至在甚至哪怕是以单个车来服务于整个 服务于这个呃 甚至包括这个智能驾驶车或者自动驾驶车这样一个呃 通过这个路口这一块都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就实际上就需要从这个呃 包括从这个呃呃呃呃 数据处理的技术呀 甚至这个呃 甚至这个呃自动驾驶这个发展的程度呀 甚至整个这个这个呃 呃怎么说呢 就是甚至整个平台 甚至还包括这跟现在这个通信是不是 甚至5级通信技术这个行业的发展 实际上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的 所以实际上只有咱们做好在整在各个行业这样一个协同的一个发展 呃然后尽快的把MAC这个落地 然后把这个数据的这个利用的这个程度 把它给尽量的给做起来 然后做一些比如包括交通应用的开发 呃 这相关的一些应用吧 然后我想这个的话可能会包 可能会帮助呃在智慧路口的这个呃 产业能够更好的能够推动它这样一个产业的一个进步 呃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这个这个就是我接下来的 呃这就是我全部的这个演讲的任用 呃 这下呃右下角是我的个人的微信和这个呃 咱们公司的微信公众号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公司或者跟我一线 呃思量一些问题 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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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